肖战是一位备受欢迎的顶流明星,他的粉丝遍布全球,作品广受欢迎,这一点毫无疑问。 然而,对于肖战来说,出演古装剧似乎相对容易一些,因为这些剧集不需要考虑现代元素。 古装剧常常发生在历史背景下,角色的服饰,言谈举止都受到了时代背景的制约,这让演员在表演中有了更大的自由度。 肖战在古装剧中的表现也一直备受观众赞誉,因为他能够将角色的情感与时代背景融合得非常出色。 然而,当谈到出演现代剧时,情况就变得复杂了。 现代剧需要更多的细节和真实性,观众会特别关注肖战在现代场景中的形象。 这是因为现代剧情常常反映了当代社会的问题和挑战,观众更容易将角色与演员本人联系起来。 这就需要剧组更加慎重,以确保剧中的角色与肖战个人形象有所区分,避免观众混淆。 一项重要的任务是避免在现代剧中出现肖战的形象。 肖战的代言产品和物料众多,他们无处不在,包括超市商品和各种宣传物料。 然而,剧组必须小心,确保肖战本人的形象不会出现在镜头中,以避免观众分心。 这可能需要在拍摄现场采取各种措施,以确保产品和物料不会进入画面,或者需要在后期制作中对画面进行处理。 在具体的剧集中,焦阳伴我,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规避肖战的形象。 例如,盛阳的日常生活展示的商品都不会展示印有肖战的外包装,以定年观众过于关注这些产品。 此外,剧组工作人员也需要在拍摄前仔细检查场景,确保没有肖战的力排、宣传物料等物品进入镜头。 这些物品的出现会提醒观众肖战的存在,可能影响他们对角色的认知和情感投入,因此剧组需要提前做好准备,确保这些物品不会出现在镜头中。 尽管剧组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,有时仍然难以规避一些杂志或媒体的存在。 例如,在《焦阳伴我的花絮》中,肖战可能会在一本时尚杂志中被提到。 这种情况下,剧组需要采取措施来最小化这种影响,以确保观众仍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情中,而不会过多关注肖战本人。 总的来说,肖战出演现代剧对剧组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会。 剧组可以通过精细地拍摄和处理,打造一个真实且符合肖战个人形象的现代角色。 这有助于巩固肖战在娱乐圈的地位,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喜欢这位明星。 观众可以通过现代角色看到肖战更多的演技和表现力,这将进一步提升他在娱乐圈的声望和吸引力。 因此,对于肖战和他的剧组来说,在现代剧中的表现既是一项挑战,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,可以展现他的多才多艺和演技深度。 对于观众来说,我们也应该在观赏肖战和其他明星出演的现代剧时,更加注重角色和情节本身,而不仅仅是演员的个人形象。 演员是为了角色而存在,他们通过精湛的演技将角色呈现得深刻和感人。 因此,不论是肖战还是其他明星,我们都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和空间,相信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出色的表演。 我们也要理解并尊重演员的职业生涯和个人隐私。 明星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只是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,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。 与此同时,我们可以继续欣赏他们为我们带来的优秀作品,为他们的成就和付出贺彩。 让我们一起支持肖战和其他优秀的演员,为他们的演艺事业加油,同时也要珍惜每一部电视剧带给我们的精彩时刻。 王一博近日不得不辟谣针对自己的虚假传闻,这次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信息在传播和辟谣之间的速度之快让人惊讶,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,这个传言已经迅速传遍了互联网。 这也反映了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和广泛覆盖,以及社交媒体在传播事件中的重要作用。 最初,我以为王一博的家乡是洛阳,但这次事件让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他的背景和成长经历。 然而,娱乐圈一直以来都充满了各种传言和猜测,似乎一切都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营销而进行。 这对于艺人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常态,但也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和负担。 传言声称,王一博将出演一部名为《家在北京》的年代剧,由郑小龙导演指导,剧情聚焦在北京不同家庭背景中成长的几代人。 更引人关注的是,男主角的特点与王一博的形象和才华相符,因此传言开始炒作。 然而,王一博及其团队很快做出了辟谣,明确表示这些传言不实。 网友们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这些传言的怀疑,这也表明了他们对偶像的信任和支持。 目前,王一博正在等待电影《人鱼》的开机拍摄,而他一直以洛阳为家乡而自豪。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传言会与他的洛阳身份相关,因为他一直在关心和参与洛阳的地位和活动,正让他在家乡拥有了坚实的粉丝基础。 然而,娱乐圈中一些不负责任的营销号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,不惜硬推这些虚假传闻,这对于艺人们来说可能会成为一种不必要的负担。 我们应该尊重艺人的选择,他们可能会在未来尝试不同类型的作品,而粉丝们应该一直支持他们的决定。 期待着王一博的下一部作品,相信他会继续带来惊喜和感动。 总之,我们希望艺人们能够专注于作品和表演,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,而整个娱乐圈也应该专注于专业创作,以满足观众对更多优秀作品的期待。 观众们也期待着能够看到更多精彩的娱乐作品,因此,娱乐圈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,创造更多令人期待和回味的经典之作。 粉丝对王一博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的,他拥有庞大而热情的粉丝群体,他们常常被称为博粉。 以下是一些粉丝对王一博的评价和感受。 粉丝们常常称赞王一博的多彩多艺,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演员,还是一名优秀的歌手和舞者。 他的多重才能让粉丝们感到自豪,并对他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。 王一博的性格魅力也深受粉丝们的喜爱。 他常常展现出幽默和亲和力,与粉丝们建立了紧密的情感联系。 他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,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,让粉丝们更加亲近他。 粉丝们赞赏王一博的坚韧和奋斗精神。 他在娱乐圈的成就来之不易,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努力。 粉丝们看到了他的付出和努力,因此更加珍惜和支持他。 粉丝们经常参与各种支持王一博的活动,包括投票,购买他的音乐和影视作品,以及参加粉丝见面会等。 他们积极传播他的作品和消息,致力于将他推向更广泛的知名度和成功。 对于王一博的未来,粉丝们总是充满信心和期待。 他们相信他会继续取得更多的成就,为粉丝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。 粉丝们希望他能够保持专注,继续追求卓越。 总之,王一博的粉丝群体对他充满了爱和支持。 他们被他的才华、性格和奋斗精神所吸引,成为了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力量。 他们与他形成了紧密的情感联系,一直都在他的身边,为他助力和加油。 总结来看,王一博的粉丝群体对他的热爱和支持是不可估量的。 他的多才多艺,魅力十足的性格以及不屑的奋斗精神都深深打动了他们。 粉丝们一直在他的身边,不仅积极参与各种支持活动,还在社交媒体上不断传播他的作品和消息,助力他在娱乐圈中获得更多的成功。 他们对于王一博的未来充满信心,期待他会继续创造更多的精彩作品,成为娱乐圈的璀璨明星。 对于广大观众,我们想传达的信息是,像王一博这样的艺人需要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 他们在追求自己的梦想的道路上经历了无数的努力和坚持,而他们的作品也为我们带来了欢乐和感动。 请继续支持你喜欢的艺人,通过观看他们的作品,参与各种活动,为他们加油打气。 娱乐圈需要我们的支持,只有观众的支持,才能让优秀的作品得以涌现,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精彩的娱乐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。 请继续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